我記得我要三月回俄羅斯 它冷 也沒有什麼太陽 也每天都下雪 下雨 就很悶 很悶 風很大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不想回去 就是你知道這個地球上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地方叫台灣 為什麼我要在這裡 在莫斯科在這個地方 過我的日子 所以我回去以後我就有下決心要再次回台灣 大家好 我是歐格 也有中文名字是羅辛云 我已經在台灣六年了 在這邊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首先我要擔管你 所以我是政治大學的博士班學生 在學亞太關系這樣 最重要的是我是中央東部電台的一個主持人 我們的電台有十三種語言 其中之一是俄語 所以我在負責俄語節目 我們用俄語介紹台灣 也給俄語的觀眾推廣台灣的文化 台灣的社會 好 大家好 我是回家 看看大家誰在台灣的戲 旁邊一位美女 真妹 台妹 那台妹 我啦台妹 我啦台妹 她比我更像台灣人 更像台灣人 我是最台灣的 因為她出去會帶雨傘 下雨還是不下雨 曬太陽會帶雨傘 我就不喜歡帶雨傘 很麻煩我覺得 但是她已經帶雨傘了 因為你在台灣還不夠久 所以才沒有這個習慣 對 我都是來的 就是大概在台灣六年 哪一個城市 叫薩瑪拉 薩瑪拉 應該大家也不懂 但沒關係 我都不懂 因為 這是莫斯科以南 莫斯科以南 對 一個比較小的城市 算是一個中等城市 六年前 發生什麼事 會來到這裡讀書 因為我高中畢業後 去莫斯科念書 我進入莫斯科大學中文系 他們有一些交換機會 所以我三年級 就拿到一個獎學金 深圳 深圳 在深圳 演了六個月的中文 然後再回俄羅斯 畢業後 他們再給我一個機會 去台灣 交換 交換生 對 所以我到這邊的 師範大學國語中心 學中文 嗯 但是那一年 什麼中文都沒有學 因為我 我太喜歡了 太愛上了這裡的生活 所以我開始 去玩 去玩 台灣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台灣真的 好玩的地方 好 真的很多 玩不玩 我記得我要三月回俄羅斯 它冷 也沒有什麼太陽 也每天都下雪 下雨 就很悶 風很大 對 所以我就覺得 不想回去 就是 你知道這個地球上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地方 叫台灣 為什麼我要在這裡 在莫斯科 在這個地方 過我的日子 所以我那 我回去以後 我就有下決心 要再次回台灣 所以 我相信了 政治大學的研究所 就進入我 我這樣就會 台灣 那從那年 那時候是2019年 嗯 我到台灣 然後開始念 碩士 我看到處理很喜歡這裡 很喜歡這裡 但是沒有人不喜歡台灣 那麼誇張 很多人說很離譜的一個東西 但是沒有 我覺得 我有一個 也是來自俄羅斯的朋友 他以前說這句話 他說台灣是 paradise on earth 喔 是因為 第一次有上的一個天堂 天堂喔 特別是對移民來說 對 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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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這裡 讀了那個 master 就讀 之後 就 工作嗎 對 因為 台灣 研究所 你可以最長 最長四年 所以我先用第一跟第二年級 把所有的課程修完了 然後還有剩下兩年 所以我開始寫入門 因為我那時候時間比較 比較有空的時間 所以我先找到了一個實習 在那個中央國國當一個 喔 那種 實習 實習上在那邊半年 實習了半年 他們只是說我的個性真的很 這個 工作 很適合 很適合 所以給我一個機會 所以我這樣就 還沒畢業的時候 我就做了個 電 videohost 對 然後畢業 然後再生情故事 所以 videohost 電台的主持 他現在 有一個另外一個工作 這是你的興趣 對 就是 鋼管舞 all dancing 為什麼突然之間要跳這個舞 我一開始是個人的一個興趣 我很想要試一下 因為你以前是芭蕾 以前是做芭蕾 芭蕾舞 但是從16歲到24歲都沒有做什麼運動 因為沒有時間 要學習 要念中文 學中文 我中文就沒有運動 沒關系 這個沒有關系 這個 只是你懶惰啦 you're just lazy to do exercise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我是忙著追男生 知道嗎 什麼 忙著追男生 追男生 我都在台灣笑 真的 沒有台灣笑 所以我沒有做什麼運動 所以我24歲 就是開始寫論文的時候 我就決定我要在跟台灣老師開始 但是以後我有了一個朋友 法國朋友 他也很要學 很要學 所以我們開始一起看網路上的一些影片 也開始研究一下他們的技巧 然後互相保護 互相學習這樣 對 好厲害 他自己學的鋼管舞 沒有去上課 這個我覺得很厲害 如果你真的喜歡什麼事情 你都會找辦法 比方說我那時候錢真的不夠 但是我們不會讓這個困難到 擋住我們的路上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找到了一個辦法 就開始往路上自己學 自己學 但是結果 其實我覺得我的水平 跟我的技巧也不錯 因為我一直一直一直有這個 一直練習 一直練習 也一直有自己的興趣 下一集 我就拍他的鋼管舞 我們就看歐嘎表演 給我們看 很喜歡這裡 生活 這好過在俄羅斯 對我來說是 還是對很多人來說不是 哈哈哈哈 你的生活的要求 啊啊啊啊啊 所以你 我比較重視安全 路上的安全 比較重視人類人的關係 那是比較人情味 這邊的人比較 人類人的關係比較溫暖 比較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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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那俄羅斯 可能跟大陸 跟大陸差不多 比較嚴肅 香港跟大陸也差不多 那個人跟人的關係 沒有那麼 close 就是不會很幫忙啊 可能跟大陸 香港跟俄羅斯有點像 但是如果台灣就 人跟人之間比較 會願意幫人家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嗯 我也發現很多人 很願意幫你 嗯 一個公車站 一直看著他們 那個 哦哦哦你要去哪裡 對要去哪裡 有時候會 有一個人回來 問一下你 需要幫忙嗎 嗯 所以我那時候也發現啊 原來陌生人 會跟你這麼這麼好 假如說不會不會很少 啊他們不是因為沒有禮貌 還是不願意幫助 但是我們不會打 我很怕會打擾別人 你知道嗎 哦 所以啊 因為這個原因 我們人與人的距離 比較比較遠 有什麼就是吃的東西 你很喜歡 吃的東西嗎 啊啊 很多人問 就喜歡啊 沒有這個 like adaptation period 我沒有這個 哦就 第一次吃就 可以了 好吃 You know like they say that new year 就是文化的熔度 like melting pot 嗯 台灣其實是一樣的 他從日本 哦很多 從韓國 都 從國外 美國跟歐洲 都帶回來 很多文化在一起 對 and it's the same with the eating culture 嗯 so 你如果不喜歡什麼東西 有很多選擇 所以你不用一直吃你不願意吃的東西 還是你不敢吃 嗯 所以我去城鎮的時候 我們第一月跟第二月 除了麵包什麼都不要吃 那台灣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定有 除了中國菜還有 還有其他菜 你應該好吃過 Russian food Russian food Better than Russian food 啊 Russian food 有一點 很簡單 就是在家裡煮一煮 很簡單 這裡煮一煮 哈哈哈 沒有什麼 湯 還是水餃 是 So boring 不要過來 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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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